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殿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殿,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悬疑惊悚电影叫《神秘的地洞》 故事发生在1897年的美国西部 我们的男主柯菲正在向自己相爱的女人玛丽表达爱意 如果送离的话,不需要多久他们就会结婚 可第二天男主再次来到玛丽家的时候 却发现屋子里除了几具尸体,玛丽他们不见踪影 显然玛丽家子遭到了可怕的袭击 死者脖子上还有古怪的伤痕 至于玛丽是否活着,男主也不清楚 随后众人将玛丽的家人给安葬 男主跟随着搜查队准备找出凶手 他们觉得凶手应该是附近的印第安人 这一群人分成了两个小团体 男主他们一群西部牛仔 另外一伙就是骑兵队 不过帕切在骑马的时候 因为马不胜踩到了一个小坑摔倒了 当众人离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内似乎有什么在蠕动 也在没多元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印第安人 最后将他申请 骑兵队长觉得只要隐形逼供,竟然问出玛丽他们的下落 实际上不管怎么隐形,印第安人只字不提 还是黑人小哥看不下去了 偷偷给了他吃的 不过最后还是被骑兵队长发现 暴怒之下,男主只能说是我给他吃的 也得亏这边人多 不然这个胡子队长谁知道会不会一枪干掉男主呢 夜里大家轮流直夜 不过总有人开小菜喝醉睡着了 其中一个骑士上前查看被吐了一声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记得背后有可怕的身后 最后消失不见 隔天中人又看到,队长在虐待印第安人 约翰这位老大哥终于看不下去了 上前阻止 他们也从这个印第安人口中知道了关于装动人的存在 至于这个装动人是谁 他并没有说出来 而且男主还在附近发现了很多奇怪的洞 这个洞在玛丽加附近其实也出现过 而且数量还不少 这个洞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和骑兵队长不合 最终男主他们几个人踏上了寻找之旅 夜里那名曾经喂放给印第安人的黑龙小哥来到了这里 他原本是骑兵队长的厨子 现在被赶了出来,能够找到男主他们也是一种幸运 就这样他们一群五人踏上了旅程 随着不断的生路 他们发现了一辆装满货的车子 只不过马没有了 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正好几个人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男主玩起了丢石头的游戏 而那个青年在玩的时候 竟然发现地下有头发 用力拉背吓了一跳 最后终能发现一个被埋在地下 上有生命迹象的女人 她的脖子上也有伤口 不过这个女人的脚为什么一直动 他们就不懂了 而且眼睛根本闭不上 也为了不影响进度 他们让那最年轻的小哥 带着这个女人离开这里 当男主是能来到了印第安人的地方 发现这里似乎早已经被废弃了 难道他们搬走了 所以几个人只能继续生路 更是在森林里 原本他们发现了印第安人的踪迹 不过男主有点坑 想要增加这次的难度 竟然开枪打了其中一个印第安人 本来他们只是来打招呼的 现在那真的是不死不休了 虽说学好外语真的很重要 男主还被马踢了一下 正好躲过了枪击 随后众人继续生路 可是已经勒拿了当地人 他们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那名约翰领队最后死在了枪下 而黑人小哥也受伤了 虽说最终干掉了对手 但三个人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边这么危机 那边带着幸存者的小哥 则有点惬意了 看着这个妹子 还有点心动的感觉 虽然他不说话也不闭眼 夜里年轻小哥有点睡不着 一直看着那个妹子 似乎在想一些什么愉快的事情 哪曾想背后出现了神秘的生物 直接将它干倒在地 脖子上也出现了相同的伤口 最后更是将它埋在了地下 虽说千万别对女孩子 骑什么打印 不然会遭到报应的 至于在森林里 幸存的男主三人 放了一把大火 在烟雾的掩护中 最终逃得出去 男主原以为逃过了一劫 没想到那名叫帕奇的人 竟然利用男主和黑人小哥 在荒漠这边 升起了巨大的火堆 自己却跑走了 显然他准备用两个人做一我 吸引印第安人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估计自己也逃不掉 但做恶的人 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更何况在这种夜市下到处跑 最终他被专注人给袭击了 脖子上也出现了巨大的伤痕 如果不是男主及时赶到 估计他早就挂了 但这次 他们似乎看清楚了 专注人是什么样子 帕奇表示 自己脖子受伤后 似乎连手臂脸都没有任何感觉了 虽说男主很不愤 但他并没有丢下帕奇 也在路途中 他们遇到了一个女印第安人 他一眼就看到了 帕奇脖子上的伤口 说这是专注人的记号 而自己的丈夫也死在了专注人的手上 从这个女人口中 三个人终于知道了专注人的真面目 原来他们每隔三代都会出现 每次出现的时候 当地人都会穿过大河 逃到东边去 而专注人似乎比人类出现的还要早 他们最早是靠吃水泥为生的 他们会先麻醉猎 然后将其埋在土里 等待自然腐烂 最后进食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被埋在土里 当然被划伤的人几乎都无法入睡了 听到自己可能会死 帕奇还是很恐惧的 所以他要去找尤特人 他们知道怎么解除这种毒 至于男主之谁会更去 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女人 或许也感染了这种毒 如果能够找到解药 等自己找到玛丽 就能替他解毒了 白天他们疯狂赶落 因为本身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到了晚上 众人休息的时候 不仅要防备附近的印第安人 更是要躲避可怕的撞毒人 这次四人被一群撞毒人给围攻 好在他们手上都有枪 最坑的就是帕奇竟然乱开枪 打中了黑人小哥的腿 这也不能真的怪他 因为中毒了 所以身体的状况非常的糟糕 他只知道附近有撞毒人 但无法判断在哪里 男主倒是好心 并没有真的丢下帕奇 而是带着他一起上路了 最后他们遇到了两个尤特人 男主询问他们是否见过一家紫白人 尤特人拿出了一串饰品 这些都是他们用病人做诱饵 猎捕撞毒人留下的 男主急忙翻找 最终找到了自己送给玛丽的定情信物 显然玛丽应该也遭到了不测 不过帕奇却被他们给带走了 因为他已经是个病人了 用来吸引撞毒人最好不过了 他们手上有枪 所以男主也不敢轻举妄动 避让黑人小哥和那名印第安女人先离开 自己一个人去救帕奇 当他找到帕奇的时候 他被绑在了树上 男主还遭到了伏击 好不容易干掉了一个尤特人 准备帮帕奇结巴 没想到他竟然拔出了这的枪 乱打一通 还将男主给打伤了 最后我才知道 他要打的是背后的一个尤特人 不过男主悲屈的被捕兽甲给夹住了 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竟然从地下爬出了很多撞动人 你要说他们是人还不如说是怪物 怕奇被一群怪物给围攻死在了这里 男主虽然受伤 但毕竟是男主 拿起锄头就是杠 还挣脱了捕兽甲 不过看到这些怪物 我怎么感觉很像生化危机中的挺死者 不过他们的战斗力有点渣渣 除了躲在地下也不怎么强悍 不然男主根本干不了这么多 还救了那名尤特人 不然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解读 不过男主也发现 这些撞动人竟然不死 难道没有落点吗 直到天色亮起的时候才发现 撞动人害怕阳光 在阳光下会化成一滩烂泥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在夜晚才出来的原因 最后男主带着尤特人和黑人小哥他们会合了 男主说我去找人帮忙 你们在这里等我 没想到当他和骑士队会合的时候 却看到了三人的尸体 那做死的骑士队长 竟然觉得一切都是印鲁人的问题 并且扬言要趋近这片土地上的印鲁人 如果这样做的话 谁还知道怎么灭掉这些可怕的撞动人呢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还真的能暗亡吗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